有方向 我是阿智 大家好 我是小鱼 想必啊 这几天已经有不少的圈友 收到了我们栏目组 送出的这个福袋了 对不对 今天还有 那希望我们精心准备的 限量福袋 能够给您的生活 添点治愈小物 那说到这里呢 老规矩 一会儿我们节目当中 会插播今天的福袋口令啊 注意 这回口令我们只是讲一遍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走开 锁定节目领福袋 你呀只要拿出电话 拨打栏目热线 024-2318-6065 说出今天的福袋口令 就能够有机会获得 我们为您准备的限量福袋 提醒各位圈友 限量福袋只有十个名额 不要错过呀 好的 说完了福袋呢 咱们回归正题 问一下阿智和小鱼 两位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就是说半夜睡觉 本来睡得好 突然间感觉这个 这腿啊脚的感觉挺凉的 然后一阵特别疼 钻心的疼 然后你想活动活动减轻这个症状 但是发现这个腿伸不直 怎么揉都没用 有过这种状况没有 有 尤其是一到冬天呢就会频繁的出现 而且这种酸麻感觉呢 简直是谁抽谁知道我 无法言喻的痛 问题是好好的腿 怎么会抽筋呢 难道真的像小广告当中说的那样 是因为缺钙吗 说到这里啊 我想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也许十个人当中可能会有七八个 会认为这是缺钙 那到底是不是这个情况呢 我们还是请专家来解答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致卫病科的副主任 辽宁省青年明中医王丽老师 来 有请王老师欢迎 女士长好 阿志小鱼好 电子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专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说到腿抽筋这个问题 很多朋友都经历过 尤其是冬天的时候 它比较冷 这一冷这抽筋的概率就更大了 说到这块我想问一下王老师 这是什么个原理呢 腿抽筋是一个通俗的说法 那么医学术语叫肌肉静卵 它是肌肉自发的一种强质性收疏 而且最常发生的部位 就是小腿的斐肠肌 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 那个小腿肚子 对对对 虽然这种抽筋 持续时间不长 一般也就几秒钟 多的时候也不过就几十秒 但是因为它发作的时候 疼痛难忍 非常俱例 所以一旦发生过 那都会对腿抽筋 有下深刻的印象 所以我就想问问你们陪诊团 你们知道 导致腿抽筋的原因是什么吗 具体是不太了解 反正大家都说因为是缺钙 我觉得吧 是一个是天气冷 它是冻的抽筋 再不也有可能是缺钙 不有那么一句话吗 动得我腿抽筋 你们说的都对 小鱼说的缺钙 应该是导致腿抽筋 最常见的那个原因 因为缺钙会引起神经肌肉 兴奋性增强 然后出现肌肉不同程度的一种静卵 所以缺钙可以导致腿抽筋 那么阿志说的天冷 就是指肌肉受到寒冷的刺激以后 出现肌肉的静卵 那么我们终于认为寒则气收 那么在这个黄内经的树问举通论里边就说 说寒气可于脉外 这个脉是指血管 则脉寒 这个血管就寒了 寒了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缩拳 然后那血管一收缩 脉就触疾 这个触是指 这个时候脉指的是筋脉 这个触就是这个趋身这个动作 疾是狙疾 然后这个一狙击就收眼这个小鹿 导致这个触染而通 突然间疼痛就发生了 这个筋脉一收缩 肌肉一收缩 疼了 所以就形象地描述了人体身体里面 这个血脉 筋脉 肌肉 在受寒以后发生了怎样的一个病理变化过程 王老师 那咱们中医是怎么看待腿抽筋这件事的 中医主要是折制于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阳气的不足 也就是我们说的阳虚 在这个树问《圣西通天论》里面说 阳气则 精则让神 柔则养筋 那么要想筋柔 必须养阳气 所以第一个原因就是阳气虚的人容易抽筋 那另一方面是则自于肝血不足 我们在《魂内经》书问里面有一篇叫《伪论》 就单独谈这个抽伪的 那么这个伪证他这么说 他说肝阻身之筋膜 说明这个肌肉的筋膜是有赖于肝血的乳养的 那么肝的血液充盈了才能很好的养筋 然后筋得到血的乳养才能运动有力而灵活 所以当肝血不足的时候 筋丝所养也容易经常性的抽筋 王老师您说这个腿抽筋呢 观众给我们留言呢 大家都是被这个腿抽筋啊折磨得不轻 对腿抽筋的描述呢也是五花八门 您看 天天吃盖片 咋还从腿抽筋呢 这盖都补哪儿去了 太闹心了 最近呢老晚上腿抽筋 昨天又会疼醒了 这为啥晚上睡觉总腿抽筋呢 哎呀烦死了疼啊 最近呢我一常跑之后 就总发现这个腿抽筋 完了发现我妈也是腿抽筋 难道这个东西还遗传吗 好 我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 天天吃盖片咋还抽筋呢 这是因为一方面 你吃了不等于就吸收了 如果您吃的盖片都没被身体吸收 身体还处于缺钙的状态 当然腿还在抽筋了 是吧 另一方面就是 你腿抽筋根本就不是由于缺钙引起的 这样没有抓住疾病的根本 所以治疗无效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位观众朋友 他是说夜间睡觉 睡着睡着像我刚才说的 睡着睡着突然间就抽筋了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好 夜间睡觉的时候腿抽筋 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呢就是夜间气温降低了 睡眠过程中肢体受到寒冷的刺激 就刚才说的受寒 第二种情况呢就有些人呢 白天运动量过大 比如说长时间在走路啊 或者是爬山或者是跑步 产生的那个卤酸呢 没有完全代谢出去 在夜间就释放出来了 然后刺激咱们的肌肉 造成肌肉的这个抽筋 第三种呢就是那种老年人啊 下次血流很不通畅 而且呢老人常常有 动脉有点斑块啊 有点血传避孔性脉管炎呢 在夜间的时候呢 这个腹肇肝神经就比较兴奋 所以呢血管容易净卵 导致肢体缺血 从耳脉诱发腿抽筋 至于那个网友问说 他抽筋他妈也抽筋 是不是遗传啊 我觉得这很可能是一种巧合 而脚抽筋这个事啊 不是一种遗传病 所以呢他不会遗传 老师我有一个朋友也是 他说他动不动就抽筋 到医院检查 他不绝盖 都说这个腿抽筋是长个了 我这朋友都四十了 他说我问问您啊 他怎么这个抽筋还没晚呢 还能长吗 这个抽筋和长个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必然联系 小孩可能是生长痛啊 然后那个长盖的缺 就是一个盖都沉溺到 骨头当中抽筋 但是成年人不会啊 所以对于成年人反复抽筋 你就不能单纯用缺盖 或者是劳累啊受疡来解释了 那么很可能它是某些疾病 的一个信号 所以呢 除了这个我之前说的 这个脑部的肿瘤啊 癫痫啊 破伤风啊 这种狂犬病以外 还有一些特殊的疾病 比如像假装螃蟹功能降低 比如维生疏地缺乏代谢的障碍 还有呢 各种原因导致的肾功能衰竭 还有吃一些特殊的药物 比如说像抗筋绝的药物 或者是恶性肿瘤 所半发这种低概血症 都可以导致抽筋 所以呢 这就需要到医院进行一个系统的检查了 千万别耽误 好 谢谢王老师 你看我们偶尔的一次两次抽筋呢 不用太在意 缓一缓就好了 但是如果抽筋反复出现 我觉得这个时候还真是需要我们重视 因为很有可能会某些疾病盯上了你的身体 所以呢 身体健康的事情忽视不得 好 谢谢王老师的解答 那关于腿抽筋的问题呢 大家还有哪些疑问 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24-2318-6065 向王老师来咨询 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 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聊事健康朋友会 给我们留言也行 那接下来我们稍稍休息 广告回来之后呢 将有请王老师揭晓今天的服带口令 锁定我们的节目 别走开 马上回来 让老曼之告别可谈喘 让哮喘慢走肺不再反复发作 健康朋友圈联合研督呼吸病医院 共同打造热爱呼吸呼应活动 详情请咨询024-2283-7999 中医传承 将心忧远 高真堂传承国粹 弘承承 弘承中医药文化 创新理念技术 全生命周期 诊疗养一体 医疗连锁 对肠健病 慢病 疑难病 未病先防 育病防病 以病防措 育后防腹 一人一方 辩证失智 造福百姓 助力健康中国马 大医经常 良医好药方现效 熬治后凡 医人心 高真糖 道地药材 密法炮制 好医好药 好高方 提高诊疗效果 为健康保驾护航 欢迎回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健康朋友圈栏目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 是来自辽宁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智慧病科的王丽老师 那接下来有请王老师 为我们揭晓今天的福带口令 王老师 避温囊 来看一下 电视机前的各位全友 赶快拨打我们的瑞线电话 024-2318-6065 说出口令 前十位回答正确的观众朋友 将会得到我们栏目组 专属VIP定制的避温囊 这个避温囊是陈可济院士 他祖编的清工配方集成 在这本书里面记载了一个避温香囊 然后我又结合国家中央管理局 所出版的新冠防治指南 那上也有这个香囊 外下结合到一起 配了这个避温囊的这个方子 希望能够保护我们各位观众朋友 能够远离病毒 保持健康 闻起了一种淡淡的清香 好 非常感谢王老师 只要不转台 福利天天来 好的 刚才我们从中医和西医 这两个方面来谈了一下 导致腿抽筋的原因 除了一些特殊疾病 导致的腿抽筋之外 大部分人其实还是跟什么缺钙 劳累 受粮有关 那在这块还问一下王老师 平时我们有什么办法来预防 或者治疗腿抽筋 中医认为 经常一寸 命长十年 所以从中医角度看 强筋健骨是最重要的 对 经常运动健身的人 这个体魄都挺不错 我们就知道说 这个太极拳可以强伸健骨 那是不是腿还抽筋的人 就是经常打打太极什么的 就能缓解这个症状 除了这个太极拳 我们还有一个 源于这个中医导演术的 叫易筋经这样一个功法 它是以颜卫兵老先生 为代表性传承人的 这个古本易筋经十二世导演法 它在2014年 获批了国家的第四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成为了我国首个 综艺导演学的 非移代表性项目 这易筋经不是这个武侠小说里 说那种咔咔的功夫 很厉害 然后两个就起开 对对对对 是不是那个是吧 这个易筋经呢 就是专门练金的功法 我们今天讲抽筋 不就是金的问题吗 而易筋经专门就是练金的 而我呢又不仅学了这个易筋经 还在上海呢 得到了颜卫兵老先生的亲自传授 哎哟 好好吃啊 您还是武林高手啊 对啊 能现场跟我们表演一会儿 我们学一学呀 哎呀那必须的呀 各位圈友 咱们也活动活动 叫上家人啊 别玩手机了 咱一起练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іч accord 市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音乐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推药 什么动作呢 公共就好像也是让手机 自今Ы举 drie 正常是一套动作做七遍 盐老先生告诉我们说 前三遍呢叫自我注断 后四遍叫自我治疗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做这个一斤斤 如果某一个动作你做不下来 说明你对应的那根斤 斤堵了 不通了 然后呢就是这叫自我诊断 然后你一天再打四遍 就可以达到自我治疗的作用 就我个人来讲就有这么个情况 我在跟阎老师学之前呢 我这个肩膀就突然间 就是这个后背这会儿就过不去了 就过不着了 然后呢我也没来得及去治疗 因为太着急要出发就去了 结果到了上海以后跟老师学 学的时候有好几个动作做不了 就够做不到位 我就知道这个堵了 堵了几万八呢 我就每天再去跟老师去做 不知不觉当中 二十多天我这胳膊神奇的就好了 好 每天只要二十几分钟的练习 就可以让你养出一副好筋骨 大家一起练起来 王老师网上流传这些 缓解腿抽筋的快速法 你给咱们变一变是真是假吧 好的 就是有网友这么说的 说腿抽筋的时候 就持续多 一直这么剁脚 就可以缓解腿抽筋 就哪条腿抽筋 就剁哪只脚 这是缺乏运动吗 这说法怎么感觉 挺这么不靠谱的 你说就这么 让我想起一句名言来 你剁你也麻 谁剁谁麻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在腿静脉循环不好的时候 剁脚可以促进这个循环 所以对于静脉循环不好 多多脚还有点用 但是对于肌肉腿抽筋 肌肉静卵 多脚没有缓解作用 所以这个是不对的 不靠谱 还有网友还说 说这个腿抽筋的时候 你把腿伸直 翘起脚板 可迅速缓解腾痛 这方法我试过 好试不 好试 是这样的 你们俩这个可说对了 你们回忆一下 想一想 我们看那个比赛的时候 运动员 尤其足球比赛 运动员跑一跑 突然间腿抽筋 他怎么做的 掰脚 对 就是这个动作 躺在草地上 对 队友上去 然后把他这个腿 首先第一个动作 腿伸直 然后第二个动作 足背伸 就是足背伸 然后压着这个大脚 一会儿这个就好了 一段时间就解净了 所以记着 在腿抽筋的时候 要做什么呢 就是直腿背伸 但是你大家注意 如果说你这个 你这么掰了 有一分钟的时间 它还不缓解 你就别一直这么掰了 一定要放松一下 防止造成这个肌肉 和肌腱那种拉伤 所以你就让它缓一缓 然后再做一遍 通常来讲 这个两次也就 基本都过来了 老师这个网上 还有一种说法 说这个腿抽筋的时候 你就用这个脚尖使劲踩低 脚跟抬起来 这就能迅速地缓解 这个疼痛了 你们想一下 这个对不对啊 是不是做反了呀 你本来这个肌肉就净完 然后你在脚尖 再抬脚后跟 那肌肉是不是更稠稠了 这动作还不一定能做得起了 而且这个是做反了 这肯定是不对的 好 谢谢王老师的分享 健康知识多收藏 养生之路不迷茫 此时此刻请您拿出手机 这回呢干嘛 进入我们拍照时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本期推荐山药粉条 精选优质铁棍山药 不用明烦 不含焦 传统古法工艺 最大程度保留山药的营养成分 三公斤铁棍山药 只能做出一公斤单粉条 酒煮不断 极富弹性 口感爽滑 Q弹软弱 北方嗨购联合国内四家电视台 每周只推荐一款好产品 现在下单马上快递到家 扫描二维码或者微信搜索 北方嗨购直接购买吧 我们万众一心 我们众志尝尝 我们一步荣耻 我们共同抗益 我们一路同行 我们迎难而上 我们心手相牵 愿山河无药 人间皆安 2016年的时候 有一个去家县锻炼的机会 肯定是打着背包就去 他们怀着热血而去 扎根扶贫 五怨无悔 我自己能帮助别人多少 就做多少 后来是三年前就回来了 结果这里头能够农家 他们满腔肉爱而归 在美丽家乡 挥洒青春的汗水 在田间 在山头 在晨起 在日暮 只要我们坑洁库 坑洽 什么东西都是有点 在与贫困交锋的 每一次对抗里 在与老百姓的 每一次微笑里 他们用脚步丈量人生 他们用奋斗 迎接曙光 无奋斗 不青春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 关于腿抽筋的问题 希望能够帮助到每一位朋友 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腿抽筋 通过我们刚才的讲解 大家就明白了 最常见的原因 一个是缺钙 一个是受粮 还有一个是劳累 那么这个我们都可以去解决 但是不要把所有的腿抽筋 都归结于这三个原因 很可能是一些疾病所导致的 所以反复抽筋 一定想着去看医生 咳 痰 痠 规范治疗是关键 沈阳燕都呼吸病医院 专注于哮喘 气管炎 慢阻肺 等呼吸慢病的精准治疗 本栏目感谢 沈阳燕都呼吸病医院特别支持 关于腿抽筋 您还有哪些疑问 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024-2318-6065 向我们咨询 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公众号 聊事健康朋友会 了解更多的健康资讯 好了 想健康就到圈里来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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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